各位觀眾,今天我們是主辦 早上確認KTM沒有什麼事情,沒有什麼事故 活動順利,我現在下午切到媒體身份 然後來試乘這個890 890 Duke R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來看一下計時器 這一台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台基本上早上小江有針對 針對他的,有找到他的手冊 然後針對他的賽道去進行調整避震器 所以他的避震器現在應該會比起本來的硬一些 然後他所使用的輪胎是米其林 我們已經針對這顆輪胎的數據放過胎壓 車輛則是使用賽道模式,Check模式 看一下應該是 ABS SuperMoto Sport 好,我先試試看Sport模式 我現在身體量緊 因為昨天 昨天 昨天很晚睡,1點睡 今天早上4點多,5點起來 好喔 其實我覺得他的腳踏 現在進到賽道啦 上次我講他的大小腿之間有些緊 但是現在進到賽道之後我覺得 這個腳踏好像不太夠高耶 我還希望他高一點 好啊,手把偏了比較寬的設定 發表會的內容 還有上次發表的車輛介紹 我把它放在上面 大家上去看 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有壓力的反而是 米其林這顆輪胎 我沒有用過 那我就先定著三檔來騎喔 一樣三檔暖車暖胎暖身 三檔有一點點頓錯喔 如果你的彎中的彎束不保持的話 他掉轉之後 我在開油 Sport模式下 他會有點頓 那他的椅墊呢 就跟790一樣喔 我現在覺得他的坐姿 尤其在椅墊的部分 他好像把我斜斜的往前 直接往前推 很有意思喔 手把 以我現在 突然來到小力寶 我覺得手把好寬喔 這個就是KTM的風格 好喔 我們先不要Push太多 哇 我剛剛拉一下 他車頭就要舉了 我現在才用Sport模式喔 那他就跟我過去 我過去所騎的 1290 我過去跟1290相處的時間非常長 所以我很熟悉 1290的個性 那1290 基本上喔 他一個V缸的設定 他在 這個 開油瞬間的轉速 力量非常大 瞬間爆發 那我覺得這顆890的引擎呢 就跟當時790一樣 他傳承一樣的設定值 所以 當我轉速 拉到一個甜蜜點的時候 他立刻就給你一個轉速的扭力 所以你可能要溫馴的對待他 會比較好駕馭這台車 其實我現在用的是Sport模式 還沒有到Check模式喔 好,那他 縱開油門的時候 好,我們 不要亂插 不要亂插 縱開油門的時候 他前輪就開始想要舉了 非常躁動 煞車的手感 全原廠的狀態下 手感非常的線性 然後非常利 他比較偏向於比較利的狀態 哇,這邊的回旋 轉得過 好可以 開了 那 由於他的座高比較高 然後他的 整體的坐姿是這種街車坐姿喔 我覺得 我在看這些彎 彎的這個Apex點的時候 會比較好輕鬆的 判別這些彎 彎的位置 然後呢 我在彎中 我還可以輕鬆的 想走我的路線 就走我的路線 煞車 煞車 可以喔 煞車非常利 小加速 我現在還是保持三檔 現在輪胎比較熱了 我現在是打賽道胎壓 所以後輪感覺 好像有一點點扭 但是還可以接受 因為他的扭力比較大 我可以感受到 他拋開的狀態很明顯 尤其是在這邊 我一開 他就可以往土上面那邊走 但是我並不想 讓他拋這麼開 所以我在那邊收一點點 他處理這個小彎的 因為他的車重非常輕喔 所以 我覺得小彎的靈活度還是蠻好的 但是因為 我才上台車沒多久 所以我現在傾腳 還不敢下太多 膝蓋微微的碰到 我現在還不算是標準騎車喔 因為我的傾腳還沒有下得夠聲 因為我的傾腳還沒有下得夠聲 哇哇哇哇 煞車 前叉雖然我們有 針對前叉調了一些 但是我覺得 它前叉在中煞的時候 可能還是可以再加強一點 它扭力非常飽滿 很快你就可以把車輛帶出彎角 完全不需要等待 整體的車輛 身體側面的移動空間非常大 這飽滿的扭力就是KTM的扭力啊 哇 三檔完全不用換檔啊 力量非常猛爆 送殺 哇 哇 哇 輪胎感覺扭動 避震器也跟著扭動非常明顯 帶著一點點煞車我會怕這個輪胎 雖然它已經是使用米其林的 經濟騎的輪胎啊 但是我過去真的使用米其輪胎的經驗太少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胎壓跟我的 現在它的作動狀態到底是不是我 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正常在這邊我就是帶著 帶著煞車在過的 好 好 A-Pass點 盡量我們還是走到A-Pass點上 出彎 早點 殺 好 我非常喜歡它的騎姿喔 它的騎姿 你不需要 太費力的 如果你是標準 標準接車的話 你在摩西 或者你在重心轉移 也會比較辛苦 但是它把你的人的重心 往前轉的時候 你就覺得喔 我現在在做一些側掛的姿勢 它大概就介於這種標準接車 以及跑車之間 你不會覺得側掛的姿勢 會讓你覺得綁手綁腳 也或者是 覺得人很像要很掛出去 的感覺 哇 這邊的小彎的靈活度 它真的表現得滿好的 現在唯一要確認的就是喔 它的深琴腳到底 呵呵 它在躺在深彎的時候 我幾乎是完全不敢開油的 我只能安心的等它過而已 我只能安心的等它過而已 像我現在已經很習慣 對耐力了 我換到米歧林 我有點 搞不太清楚 它現在給我的回饋 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如果今天是大傘或光頭 我大概知道它在幹嘛 哇 你很難想像一台車 這個一百二十一匹的動力 可以在這邊翻 這種小彎翻得那麼俐落 我覺得主要就是它車動的關係 一百六十六公斤 非常的輕喔 前輪又浮了啦 前輪又舉起來了 就是那個甜蜜的瞬間啦 好現在我比較擔心的是在進彎 炸車 對 我有點沒有信心的往APS貼 我想要靠近APS 但是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它能不能像是 我平常騎著車背耐力的感覺 我對輪胎的狀況 現在沒有那麼有信心 因為很不熟 但是它給予的抓地力回饋是OK的 是安全的 只是它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點很像在柔的感覺 不像貝耐力 它在第一時間 就把該倒的位置倒好 這點不太一樣 炸車 哇這邊 我都一直 我都一直知道它為什麼要配這麼好的煞車 因為這樣才煞得住啊 好那因為我是第一節喔 身體比較僵硬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給手把的施力還是有點大 我們等一下下一節再來試試看 放鬆之後它能不能再做出更自然的線 它引擎煞車 比較大 所以在那邊 幼幼的W2PS 其實它收線的感覺比較好 如果跟那種 氣比較長的跑車比起來的話 回旋回旋 你看 雖然我用三檔喔 但是它的回旋能力 轉速掉下來就把我拉著回旋了 其實蠻好的 只是 像二號彎這種 我就不太敢帶著煞車入彎了 因為 我現在感受不到前輪的極限 好 OK 好我剛剛 這個猛虎操作一波啊 然後其實 昨天真的睡很少 然後上午都在顧活動 現在奇異小節 我希望我能夠第一時間把我想講的分享給大家 簡單來說這輛車就跟790當時一樣 非常優異 它可以在 這麼小的賽道裡面 依然展現出 它這個非常靈活的整體的表現 然後再加上它的動力喔 這是提升到121匹 整體的重量馬力比真的來到一個新的境界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雖然它是一個這個 中量級的街車 性能街車 但是呢 它幾乎已經貼近於一些公升級的街車的水準了 好的 我們現在用 TRACK模式賽道模式 然後它可以針對 群積 因為這台車有賽道包 然後也有科技包 所以它 還有快排之外 它還有循跡系統 九段可調 算是一個非常 完美的大全配 三檔 來比對一下 到底 賽道模式的差別 散播 一檔 一檔 兩檔 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覺得你沒有能力駕馭好公正級列車 或你討厭笨重的話 退而求其次的這個等級的級距 790真的是非常 讓人覺得非常輕盈的一種車款 當然它還是傳達出局勢的熱血 扭力在很低的時候就直接爆發給你 我剛剛全程都用三檔騎 我不用再降到兩檔 我都覺得在這邊騎起來是非常恰當好處 更安全的這個六軸感應 所以不管我在什麼情況下 車輛滑動也或者是煞車力道過猛的時候 它都可以安全的保護你 玩到ABS、TCS 再你加上賽道包、科技包之後 你會有這個六段的TCS 九段的TCS 所以其實是非常 非常充足的 舒服喔 舒服喔 我告訴你 有時候我們試車 你看這輛車好不好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你看這個人多久可以上手 有的車它本身的條件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這個車要騎上手可能有點難 但是你看我剛剛這樣子 我今天 890是我第一次騎 雖然它跟790有些雷同 但是它動力變大之後其實是變得更狂暴 但是我覺得 以我現在騎這麼一下下 很快就上手 也表示這台車其實是 很好駕馭的一樣車 看你剛剛操那個彈跳 對啊 我自己都駕到了 我本來以為會操得很輕鬆 結果我拉了一下 拉了一下我在猶豫要不要收 然後我想說 乾乾乾脆過算了 結果後來過的時候有點驚險 對啊 所以我過那個挖我就趕快舉手 很抱歉怕嚇到它 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這次890做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還會跟它借出來 在一般道路上試駕 我想不能競賽的人 一定很想看看 到底它在一般道路上面 騎起來會是怎麼樣 好今天這個就是我們的活動 來特別帶一下Motorace 然後安東KTM 橘色的騎子 非常的熱血 我也不露臉了 我戴著安全帽 帶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是KTM車主 滑太車非常的多 很熱鬧 而且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大部分人都沒有來過賽道 我覺得可以把他們帶到賽道來一起玩 是讓我覺得很棒的事情 因為與其KTM那麼熱血的人 在山路上面狂呸 我還寧可他們來到賽道 來挑戰一下自己的極限 然後來體驗一下賽道 所帶給它的安全與樂趣 好這段不多說 就鎖定網站跟騎士日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